海滩出现一只能实现愿望的精灵 大叔许愿要用不完的精子 结果多到把整栋房子都给淹没了 故事开始 跟老婆离异的孩子他爸 带着自己的俩孩子金发妹和弟弟 准备去一个海岛度假 俩孩子到了以后才发现 来度假的不只有自己一家 跟老公离异的孩子他妈 也带着自己的俩孩子 大卷卷和妹妹一起过来度假 两个家长打算要重组一个新家庭 在这之前 他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假期 让双方的孩子也能达成一片 但这刚见面情况好像就不太好 后来的大卷卷还和金发妹抢起了房间 两人刚见面就动起了手 孩子他爸没办法 就决定带他们出去野餐 路上他们遇到了这里的大地主胡子哥 上来还没聊两句 胡子哥就跑到了金发妹的旁边一顿拍照 拍完照人就溜了 留下了一脸懵逼的众人 几个孩子吃完饭 跑到了一个无人的沙滩上 妹妹正挖沙的时候突然看见 沙滩下面有个东西钻来钻去 大卷卷和弟弟合力把这个沙怪给揪了出来 这个小沙怪看起来像是个长了兔耳朵的猴子 见了人类也不害怕 还说自己每天都能实现一个愿望 哎 为什么是一个 因为一天太多次他就受不了了 弟弟刚听完就马上许了愿 说自己要成为一个最屌的攀岩家 然后沙滩鼓足了气放了个屁 许愿一试就这样结束了 不过弟弟还真就化身成了蜘蛛侠 此时的金发妹好像想到了什么 立马跑回去翻自己带来的书 他还真查到了这个沙怪的故事 他确实可以实现愿望 但是只能维持一天的时间 太阳落山就会恢复 弟弟这个时候正挂在悬崖上 愿望就失灵了 得亏姐姐来得及时 找来绳子把它吊了上来 虽说这愿望只能保持一天 但也足够吸引人了 第二天一大早 大卷卷就到沙滩上找沙怪实现愿望 只见海岛上来了亮直升机 把姐弟三人都给接到了城里 原来这大卷卷是许愿自己 要当明星开演唱会 打扮得像个火烈鸟一样往台上一站 二话不说就是一顿唱跳 这边正跳得上头呢 突然灯光音乐观众全都没了 太阳又下山了 失落的大卷卷出了门才发现 来势容易去势难 现在门口可没有直升机等他们了 狼狈的几人坐着火车回了海岛 又是新的一天 今天大胡子地主 邀请一大家子人来他家做客 表面上挺客气 安地里却给金发妹的鞋子里 装了跟踪器 也没待多久 大家就从胡子书家里出来了 今天是妹妹许了愿 她希望他们四个人都能学会飞行 金发妹看着自己手上那本讲杀怪的书 也想好了自己的愿望 又过了一天 终于轮到金发妹许愿 她的脑子比较好使 直接开始找游戏的bug 金发妹许愿要回到过去 打算找到愿望能永久实现的办法 于是几个人一下子穿越到了好多年以前 刚来就遇到了胡子书的祖先老胡子 老胡子以为他们是小偷 就抓走了金发妹 把她拉到了小黑屋里 准备好好审问审问 被逼无奈下 她只好交代了杀怪的所有事情 好在最后 其他小伙伴找到了杀怪 获得了超能力 赶回来救了金发妹 但是胡子书的祖先 因此知道了杀怪的秘密 还给自己的后人留下了金发妹的画像 几人决定先回去保护好杀怪 刚回去就看见 大胡子开了个挖掘机在挖杀怪 仗着自己年纪大还有装备 大胡子成功地放走了孩子们 还封住了洞口 把自己困在了岛上 孩子们怕杀怪再遇到危险 就把他带回了家里 但是很可惜 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隔天一家人都出去野餐 刚从沙滩逃出来的胡子书 闯了空门带走了杀怪 孩子们回到家找不到杀怪 就来到了胡子书家里 但是刚溜进门就被抓住了 今时不同往日 胡子书抓到杀怪后 用点击逼着杀怪实现了好多愿望 都快要把他掏空了 最后以孩子们的性命威胁杀怪 给他花不完的金币 没有办法 杀怪只能照做 紧接着 金币开始从楼梯上滚落了下来 可是这也太多了吧 孩子们都逃了出去 贪婪的胡子书却被金币给淹没了 最后就连房子都被挤爆了 成功脱险的几个人 带着杀怪去了新的沙滩 看到胡子书的下场后 他们许愿让杀怪可以好好休息 最起码一百年都没人能打扰 孩子们最后决定这么做 既保护了杀怪 又避免了实现愿望 可能会带来灾难 美好的生活 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如果真的靠实现愿望 一步登天 就好像打游戏 开了外挂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 是挺爽的 但是用不了多久 就会开始觉得厌烦 生活也是这样 一味追求直线式的顺利 那么也就失去了生活该有的意义 然后形象 可以 让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样